十件事带你入坑杨阳 电竞男神 军人出身 她是唯一真正的女朋友 四月可以说是杨阳的迎评霸主月份 不仅播出了军旅题材的特战荣耀 还有流量小花赵露丝的古装武侠剧试探天下 幸福 除了拥有帅气帅气的校草脸 杨阳还是很多人心中的电竞之神 不过 出演过多部热播剧 也是言情小说作家顾曼的专业用户的杨阳 其实是个军旅出身的 是学习现代舞的专业舞者 而出道多年的杨阳也爆出不少绯闻 每一个绯闻女友都是女神 其中与迪丽热巴的恋情更是火爆 下面L就整理了关于杨阳的十件事 让大家更好地认识她 杨阳No.1军已出身 现代舞第一名 相信很多毛线 杨阳的粉丝名都知道杨阳其实是个军人 杨阳11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学习现代舞 凭借天赋和刻苦训练 杨阳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成为了领舞 她曾被老师评价为近50年来我见过的最好最努力的学生 也被称为军艺双胞胎 独特的背景也让杨阳 上表演舞蹈给粉丝带来特殊福利 她还与刘亦菲一起在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首映式》上进行宣传 嘻哈二重唱 杨阳No.2 《红楼梦》以贾宝玉出道 不知道大家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没有印象 Tilda其实饰演贾宝玉的小演员就是杨阳 这也是杨阳的第一部作品 2007年 杨阳被李少洪导演版《红楼梦》剧组选中参加训练 经过两个月的专业训练 杨阳被导演选中成为《红楼梦》中的成年贾宝玉 进入娱乐圈 那个时候的杨阳真的很帅 杨阳No.3代表了很多作品 18岁出道的杨阳 13年来参演了多部作品 不仅有一笑很清晨中的小奈 更是俘获了万千少女的心 还有热播剧与李一峰合作的盗墓笔迹 有苏友鹏导演的电影《佐尔》 青春体育励志剧《旋风少女》 此外杨阳还主演了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园》 Tilder 不过说到最近的杨阳 大家一定会想到去年 她和迪丽热巴主演的甜宠剧《你是我的荣耀》 其中 谁能不羡慕于图和乔晶晶的恩爱呢 Tilder而杨阳最近又推出了两部新剧 一部是军旅题材的特种战争荣耀 另一部是与赵路斯连妹主演的传闻中 陈千千在古装武侠剧《试探天下》中 杨阳还被网友点名为 今年的四月男友Tilder杨阳的代表作真的很多 可以拿起小本子记住 你不怕不看剧 杨阳No.4自拍被粉丝嫌弃 杨阳出道以来的直男自拍 真是浪费颜值 这件事一直是粉丝们非常关心的话题 她经常祝福杨阳的帅气自拍 在大家的鼓励下 她拍照越来越好 拍戏自拍 化妆自拍 吃饭自拍 粉丝们也用这些自拍 感谢男神的日常 她的侧脸自拍也被全网封杀 调皮的杨阳曾经在微博爆过18张自拍 点开却发现18张一模一样的自拍 她补充说 你不厌倦自拍吗 确实 每个女孩的自拍都只是略有不同 只有你能看到 杨阳No.5 顾曼加杨阳是YYDS 言情小说作家顾曼的作品《为什么生小默》 微微一笑很诱人 姗姗来吃饭 《你是我的荣耀君》成功改编成热门电视剧 其中杨阳主演在两部戏剧中 这部剧也让不少网友直呼 杨阳和顾曼的男主真的配得上100分 无论是《笑傲江湖》中的大神萧奈 还是《你是我的荣耀》中的语途语途 杨阳的演技真的是书里走出来的 不愧是顾曼女王的男主角 其实 杨阳和顾曼也是机缘巧合成为了好朋友 而在杨阳还在拍《特战荣耀》剧组的时候 就收到了顾曼的新书《你是我的荣耀》 顾曼还写了这本书特地给杨阳留言 QDA 杨阳No.6被授予电竞大神职业账号称号 无论是热播甜宠剧《微笑很诱人》中的电竞大神小奈 还是改编自全职高手的PC电竞剧《全职高手》中的职业选手夜修 同名 作为业余高手玉兔 作为乔晶晶的陪练教练 杨阳在很多人心目中树立了游戏神的形象 认真操作游戏时的帅气外表 让她成为被网友赞为职业电竞男神 真心希望全职高手第二季能早日安排 但这也让不少人好奇 杨阳私底下的游戏水平到底如何 其实杨阳曾经说过 私下也喜欢玩游戏 还担任过电脑游戏代言人 可见 杨阳的真实游戏水平应该不差 杨阳No.7细闻女友都是女神 杨阳的私生活也备受关注 出道以来 细闻女友众多 各个都是女神 其中就包括联合出品电影《穿越你的世界》的同公司艺人女神宋茜 《穿越你的世界》的女演员张天爱 电视剧《舞动乾坤》 还是一起旅游逛街的乔欣 还是《你是我的荣耀》里的迪丽热巴一起 因为杨阳和迪丽热巴在剧中的高田互动 还有作为各种狗粮的幕后花絮 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好奇 也开始在细节中探寻爱情的细节 也有不少恋爱传闻 杨阳的恋情总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难怪每一个绯闻都传出绯闻 然而 只有刚刚出道并与《红楼梦》合作的薛宝钗李沁 才是目前最可信的关系 这段最年轻的20岁爱情 杨阳No.8担任奥运火炬手 除了一直跟电竞大神扯上关系 杨阳和奥运也很有缘分 Tilda曾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 杨阳担任第一火炬手 还与中国领航员郭川、郭才杰合作等火炬手 现身火炬领取仪式现场观看奥运火炬领取仪式 在采访中 杨阳曾坦言 我认为这是最难忘的时刻 杨阳No.9与陆寒 李一峰并列流量小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中国交通四小学生的组合 其实就是指杨阳、吴亦凡、陆寒、李一峰 2016年 四人因在网络上的高度关注被网友列为中国四大流量力机 杨阳No.10从综艺影子到效果降 除了拍摄电视剧和电影 很多演员还会参加综艺节目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旅游真人秀花与少年2 这一季的节目备受争议引发了很多争议 然而杨阳却在节目中迷失了方向 与球队失去了联系 参加节目后 她已经5年没有参加真人秀节目了 网友纷纷表示 杨阳在综艺上留下了阴影 然而近两年 杨阳开始陆续参加鲁宗的元气满满的哥哥和青春游记 成为了常驻嘉宾 其中没有偶像包袱的表演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效果 萌萌的动作简直是萌萌哒 综艺感超好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 杨阳居然参加了一场关于军事题材的真人秀节目 不仅和军队在里面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 而且杨阳在里面的表现也让她后遗症很严重 当小组在淘汰赛的气孔中 杨阳感觉队友的脸色不太对劲 口罩不够用的时候 她马上拿自己的防毒面具给队友戴 丢了面具的杨阳吸入了大量的毒气 最后差点晕倒 教官直接从山洞里退了出去 而且因为毒气对身体造成了伤害 杨阳经常咳嗽